汉欧班列首次对接中越班列,助推东协产品走向欧洲。 第一财经。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协经济圈焕发薄薄生机。 一批从越南湖至明市装运的汽车零配件,经中国评祥有一关口岸到达武汉站后,今,8日,日搭乘汉欧班列启程前往欧洲罗马尼亚。 上述订单成功发运后,客户后续将每周进行常态化发运,货物主要涵盖电子产品零配件,家用电器零配件,鞋辅类成品等。 近年来,中国与东协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 据了解,中国,东协五流市场上的货源结构主要分为普通产品及冷冻产品两大类。 普通产品以手机电脑零配件、成品、光服等电子类产品为主,补料、鞋服类等纺织品为辅,冷冻产品则是以水果、蔬菜为主、海鲜、冷冻肉类为辅,而往来于越南的货源占据半壁江山。 武汉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此项目是由汉欧国际与广西镇阳物流集团公司携手合作,实现汉欧班列与中越班列的无缝对接。 此条通道连通中越班列及汉欧班列,为中南半岛到欧洲提供一条更加方便快捷的路上通道,可以将中南半岛的电子产品、服装、水果等通过此通道。 运抵武汉、华中地区,进而一路北上、西航、直达中亚、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和地区。 。 QS。 Q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Loads App WeChat Line SMS。 QS。 美国又打出2000亿关税牌,中方这300字声明暗藏玄机。 你卖我卖一起卖,中日英家19国同时减持美债,俄罗斯操作最夸张。 最新消息,马云身价将超万亿登顶世界首富。 蚂蚁经浮成全球第一。 特朗普对中国加征关税。 美国王又怒了,他真是不遗余力搞垮自家经济。 新款iPhone或受中美贸易战影响,库克这下不淡定了。 中国发现大型液盐器填勘探或重大突破,外媒,很难复制美国液盐器。 俄媒,中国移动支付引美国追赶。支付系统将淘汰美国的银行。 特朗普失策挥向中国的关税大棒,竟然都打在了德国身上。 百年巨头被提出美国道指,背后折射出全球经济一大巨变。 为什么世界杯那么多中国赞助?外媒,因为中国人主动当接盘侠。 支付宝尝试进入日本交通系统,日媒,中国巨人打来了。 小米香港IPO录演会场爆满,雷军笑称估值应该是腾讯成苹果。 美国影子无处不在,OPAC大会背后的政治博弈。 今日科技。 正面巨头